中国古圣鲜鲜 常说 人都有爱心 都有侧淫之心 侧淫之心 跟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 非常接近 看到别人有灾难 自自然而 自动的 没有任何条件的 我就救他一把 这叫侧淫之心 真心 菩提心是真心 有这种心的 你看到众生有苦难 你会不顾一切 是帮助他 没有任何条件 那我们看看 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社会 可以说 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 没有见到这样的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的社会混乱 这是灾难 无论是贫富贵贵 活在这个世界的 没有安全感 你是这种生活 都苦 那么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要不要去帮助大家 要啊 就苦就难 一般人说 哎呀 这是好事 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作好事呢 不是 我们把它看作是义友 应该要去做的 做好了本分 应该做的吗 你就不认为啊 有功德了 不认为有功德 功德是真实的 以为有功德 未必是真实功德 这个道理要懂 至于在深一层的 因缘 那就是你真真其如今夜 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 一体的 不同的世界 我们讲世界是大世界 祝福的教化区 三千八千世界 这样的世界 在空中 无量无边 每一个大世界 就像我们身体 我们的身体 各个不同的器官 租成这个器官的 细胞 就好像呢 这个大千世界 不同的 法界 是法界 不同的法界 租成细胞的 原子 电子 烈子 就好像是不同的 众生 叶家人 叶家人 出了问题了 要不要去 帮助 眼耳鼻舌 这四个不同的器官 四个不同的世界 眼睛不舒服了 那手为什么去帮帮他 帮他的忙 也问这什么道理 没有道理 同一个身体 在佛法里面讲 同一个发身 同一个发心 所以 祝佛菩萨了 对一切众生 就无云大慈 同体大悲 云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条件 没有条件 为什么会生起 慈佛菩萨 侧萨之心 也提 还有什么云 还有什么云 没有 应该做的 这样子 你最后才能够 还得了预言 这个我们在讲习里 常常 敏离同学们 佛陀的教会 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回归自信 那现在呢 有一些 这个学者 倡导的 大自然 也行 自信 就是大自然 回归大自然 我们跟大自然 是一体 所以自然界里面 所有一切众生 有了灾难 没有任何条件 全心全力 去解释 这个就是 悲淫 下旧 淹土 功夫 淹是庄严 土是过土 用心在家的 社会 怎么样 怎么样去 庄严 他呢 为一切众生 做好样子 就是庄严 过土 我们这个地区 教得好 所以这一点 注意 以诸位殿下的 祝福菩萨的 事业 就是教训 让这个地区的人民 各个都觉悟了 各个都明理了 各个人都能真正得到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于是这个社会 都想好 这就叫庄严 过土 那这今天社会动乱 动乱 庄严就没有了 化解冲突 恢复安定和平 这庄严过土 阿妮陀佛